男人端详着身上的新衣服 手套上的按钮让他很好奇 不料下一刻 男人竟突然变眼 紧直掉入浴缸中 他起身望向四周 发现一切都显得如此巨大 原来男人名叫斯科特 是一位高智商小偷 而这件特殊的衣服 正是从一处豪宅中盗取而来 现在的他 不知道怎么恢复正常 只能先想办法爬出这个大浴缸 可就在此时 一年不洗澡的室友来到浴缸前 接着打开淋浴头 微小的斯科特自然是跑不过水牛 很快就被水滑冲出浴缸 摔在浴缸的地板上 然而刚起身 室友的裤腰带就砸了过来 伴随着巨大的冲击力 斯科特被撞入地板的裂器 在一番撞击下 直接砸穿天花板 落入舞厅的唱片上 在旋转一圈后 又被唱针弹飞在地上 为了不被踩成肉饼 只能在鞋上不停跳跃躲避危险 可下一枚 就被踢进排气管 一路掉到大妈的吸尘器前 历经曲折的他走出门外 终于可以喘口气 可扭头一看 发现一只小米骑 正抚视眈眈的看着自己 吓得连忙往前面的捕鼠家 好在借助家子的弹力 成功数口逃生 落到车顶 总算是恢复正常 此时 头盔上传来一个声音 斯科特可销售不起 于是连夜把衣服还了回去 可刚翻出围墙就被FBI所带了 次日 一位名叫皮姆的博士找到他 原来 他就是衣服的创始人 一项钻研科学的他 发明了可以变小的例子 但却被叛徒达伦所盯上 不仅抢占了他的科技公司 而且还研发了一套黄蜂战衣 准备高价卖给不法分子 无奈之下 博士只能找到斯科特 因为那天出色的冒险之旅 认定他就是蚂蚁战俘的最佳人选 于是给出斯科特两个选择 斯科特在一番思索下 为了能出去见到你来 选择和博士合作 此时 他发现地上的蚂蚁 拖着那件衣服来到面前 眨眼间 衣服突然变大数万倍 而此时正好赶上预警巡视 蚂蚁们也摆出倒计时提醒 斯科特急忙站起身来 然后迅速穿好衣服 倒计时还剩四米 他赶紧把头盔戴上 在预警赶到时 刚好变小跑出牢笼 然后从门缝下面钻了出去 按照博士的指引 斯科特来到台阶下 不一会儿 四周附近的蚂蚁朝自己爬来 正在疑惑怎么逃跑时 一只体型庞大的飞蚁出现在眼前 接下来在博士的指导下 坐上了飞椅的后背 然而没有飞行经验的她 很快就出现阴机现象 随后眼睛一闭 静止从高空掉了下去 等再次睁开眼时 已经恢复正常 并且面前还站着一位美女 原来她是博士的女儿霍 见她醒来后便离开了 紧接着 斯科特跟随博士来到实验室 博士介绍着衣服的原理 并希望斯科特能凭借职业技术 配合自己偷出叛徒达伦的黄冲战衣 因为她极度威胁 绝不能被流入市场 而作为回报 她不但可以回到女儿身边 还可以给女儿树立更高的形象 斯科特思索片刻后 答应了下来 为了保证计划顺利进行 必须要做到人一合一 不仅要缩放自如 还要有子弹般的出权速度 与此同时 达伦在科技公司进行的实验 伴随着一切的启动 实验台上的小羊瞬间变成迷你羊